各位同学好 我们来看这一题 等数延众运动的例题 我们看到这边有一个赛车场 那赛车场它的坡面是斜的 这样设计的用意就是 可以让它在过弯的时候 可以更高的速度 以更高的速度过弯 那我们可以想象 如果坡度是平的 那过弯的时候就容易甩出去 但是如果坡度是斜的 过弯的时候甩出去的这个力 就会被重力抵消一些些 会被重力减少一些些 因为它甩出去要沿着上坡甩出去 所以沿着下坡的那个重力 就会稍微减缓 它沿着上坡甩出去的这个离心力 这是大概从定性上来介绍 所以同学 相信同学应该可以想象 就是坡度比较高的话 过弯允许的速率就会越大 那过弯需要向心力 那向心力可以来自各种力 意思是说向心力它只是指向原心 但是它可以是来自绳子 例如说用绳子绑石头 然后甩动 像美国西部牛仔那样子 那这时候石头受到的向心力 来自绳子的张力 那又或者像地球绕太阳 地球绕太阳也是类似圆周运动 那向心力来自万有引力 所以向心力它只是一个向着原心的力 但是它可以来自不同的来源 不同的力的机制 那这里这个车子它在过弯的时候 它也需要向心力 那它可能来自摩擦力 也有可能来自正向力 分别对应到我们的第一第二题 好第一题它是问什么 它是问说 如果车速是时速72公里 那过弯而且不靠摩擦力的话 那这公路的倾斜角是多少 公路的倾斜角如果是θ的话 求tgθ是多少 好那如果不考虑摩擦力的话 它要靠什么力 来做向心力 那就是正向力 我们解释一下 看这个图 这张图就是我们在分析车子受的力 这个椭圆形式车子 它在这个坡度θ的斜坡上 它受到哪些力呢 第一个 地性引力 重力 ng 第二个垂直接触面的正向力 垂直接触面 但是它的原心在这个位置 它的原心在这个位置 那哪一个力 有稍微指向原心呢 向下这个力并没有指向原心 因为它跟这个 这一条水平线是垂直的 向下这个重力是沿着牵直方向 但是我们要找的是水平方向的力 那这个正向力 它就稍微有往右上方指 所以它其实有一点点往右的分量 所以我们就画下面这张图 正向力的水平分量 就是指向原心 指向原心 所以第一题它的向心力的来源 是 张力 不是张力 正向力的水平分量 那它就会对应到正向力乘上sineθ 这个是几何关系 从这个波度θ可以看出来 这边是90-θ 那上面这里就是θ 上面这里是θ的话 它的内错角也是θ 就是这个地方是θ的话 那下面这里也是θ 所以nx 正向力的水平分量就是nsinθ 那再来 题目并没有给n 题目并没有给n 所以n要消掉 n要消掉 那还有另外一个条件就是 ny ny其实会跟重力一样大 因为向下的重力必须要被抵消 向下的重力要被抵消 这个车子才不会往上或往下加速 所以向下的力被什么抵消呢 被这个ny抵消 ny向上 ng向下抵消 所以现在 又可以再把ny写成 又可以再把ny写成nsinθ 抱歉ncosθ 这样子 所以这样我们就得到了两个式子 两个式子 向心力等于nsinθ 然后重力等于ncosθ 那这两个式子去做连力 我们就可以把向心力表达成这样子 向心力除上重力就会等于tgθ 因为正向力n消掉 所以就会得到向心力会等于ngtgθ 那它其实是要求tgθ 那向心力会等于什么 等于nv平方除以r 那题目有没有给n 题目没有给n 但是我们会发现n会消掉 题目有给什么 题目有给过弯速率v 然后还有r300 所以这个nm会消掉 mm消掉了 然后v题目有给 v是这个时速72公里 r是300 所以这样就 还有重力加速度g 题目有给 所以最后剩下v之数tgθ 这样就可以求出来 那我们这边要把 时速72公里 要换成秒数几公尺 那直接给答案 直接给答案就是 60 就是60 就是秒数60公尺 抱歉不是60 是那个乘上三十六分之十 所以是20 秒数20公尺 刚刚抱歉刚刚讲错 是20公尺 所以我们就把它带进去 稍微整理一下 所以就变成20的平方 除上300 就会等于10乘上tgθ 所以tgθ 它就会是400 除以3分之10 15分之2 对吧 30分之4 对 15分之2 这是第一小题的答案 好 那第二小题呢 第二小题它是说 如果是波度不倾斜 弯道不倾斜 波度是0 那一样是用秒数20公尺来过弯 不打滑的话 这时候请问 近摩擦系数至少要多少 最大近摩擦力的公式长这样 最大近摩擦力就是 恰好要滑动的 那个状态下 收到的摩擦力 那它的公式是 近摩擦系数乘上正向力 那第二小题想要求这个近摩擦系数 这个念mu mu 还是希腊字母 发音mu 那第二小题它是放在平面上过弯 那一样还是需要向心力 那我们再来看这个车子 它受哪些力 哪些力可以指向圆心 那很明显的 只有摩擦力指向圆心 因为 牵直方向的这两个力 就没有像水平方向的分量 只有摩擦力向着圆心 所以 第二小题它是以 摩擦力作为向心力 那如果在恰好打滑的时候 恰好滑动的时候 摩擦力达到最大近摩擦 Fs max 然后直接带它的公式 这样子 这第一个条件 那一样第二个条件就是 Y方向 牵直方向的话 正向力 车子跟地板之间的正向力 要跟重力一样大 所以就又写成mg 等于n 好 所以这样就可以把mg等于n 再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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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最后会得到 μsng 这个就会是它的向心力 那向心力公式 它要求的是近摩擦系数 然后 向心力公式mv平方除以r 我们再带一次 第二小题再带一次 mv平方除以r 就会等于 μsng 好 这里就发现一件事情是 这个 质量消掉了 质量消掉了 所以有没有发现 这一题并没有给车子质量 也没有错 其实车子是重还是轻 它过弯的 允许的速率 是跟它的车子重量无关 那过弯的近摩擦系数 也跟它车子重量无关 所以最后就会 带公司下去 就会变成 带数字进去 就变成200 不是要抱歉 20 v平方 v是20 v平方20平方 去除上300 就会等于μs乘以10 所以最后 我们就得到μs 净摩擦系数 就是 跟刚刚一样 也是15分之2 只是第一小题 它问的是坡度 第二小题 它问的是 净摩擦系数 差别在哪里呢 一个是 不靠摩擦力 靠正向力的水平分力 来过弯 第二题是 没有坡度 所以正向力往上 它没有办法指向圆心 没有指向圆心的分量 第二小题只靠摩擦力指向圆心 作为向心理 所以这两题的答案都是15分之2 好 谢谢同学